大家好我是小徐 新借的狗是马上就要借好了 我想在搬家之前 给咱们所有的狗狗都洗个澡 今天是给他们洗澡的第三天 第一天洗了13只狗 昨天的天气不好 昨天洗了4只 今天我起来的澡 8点就起来了 洗到现在 今天一共洗了17只 上午月姐跟我洗到2点多 洗了8只 下午我自己洗了9只 因为上午的话有只来采 来采连洗带车就差不多用了 将近两个小时 所以单车的时间也久 我们这里的狗狗大部分都洗完了 生六七只明天就洗完了 还有那几只大狗 大狗的话我是准备带到宠物店洗 因为狗太大了 在咱们自己家里面也没有好的设备 洗了吹也吹不干净 不像来采那么听话 两只阿拉斯加 两只哈斯奇都给他带到宠物店 每次要给他们洗澡的时候 身上都是湿透了 给你们看看 里面的衣服都湿完了 谁都能扭出来 然后在这里有个事情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关于那11只小奶狗 还有狗妈妈的事情 我不是要救回来7只小奶狗吗 还有4只小奶狗跟狗妈妈没有接回来 大家都很担心他们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去看他们 昨天我好像去看了 狗妈妈是抓不到 她就是被人打的心里面已经受过刺激了 只要你一听到人的九步声就找不到她了 没办法去抓 但是有个阿姨呢一直在喂着她 就是向我求助那个阿姨 也经常会在咱们直播间里面看我直播 她每天都会给那个狗妈妈 多一些鸡胸肉鸡脯肉鸡蛋鸭血猪血之类的 给狗妈妈送过去 如果到搬家之前狗妈妈还没有抓到的话 我就准备让这个阿姨就是经常喂着 等她抓到了以后她跟我说我下来接她 但是为了费用我会给这个阿姨 然后她抓到先让她带到宠物医院给她做绝育 做完绝育以后我再过来接她 大家不用担心我小薰没有说不管 只是我每天太忙了自己一个人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经常过去不像之前一样 我这边包括新盖的狗舌那边也是我自己一个人 这边呢也是就是我叔还有月姐 帮忙打扫打扫卫生 像狗狗一些生病 还有洗澡的活都给我自己来干 所以我有时候真是心大 但是我却做不出来那么多事情 之前白头发少一点自从盖了狗舌到现在 白头发又增加了好多 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白头发呢 只是往起一聊才能看到白头发 盖着狗舌短短二十多天 又长了好多的白头发 所以我真的有时候是尽力了 只要大家喂养过流浪狗的都知道 有些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抓到 并不像拍视频那么简单 我之前一些狗救的只不过是把它救回来了 我拍视频给大家看 没有拍救助过程 因为我有时候自己我先忙着去救狗了 我不会去拍狗狗的过程 然后现在呢就是怎么说呢 这只狗的话我一直在喂 当我每就一只流浪狗 我至少就喂 一个星期到半个月我才能近身把它捉到 并不是说咱们想过去把它带回来就能带回来的那种 旧流浪狗真的很难 然后就是房子也马上借好了 小区也不知道可以说什么 这一路呢就是感谢家人们的支持 借这么大一个房子 真的是少不了每一位家人的支持 虽然现在费用还是有点虚啊 但是我相信我马上就会凑齐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帮一帮 谢谢 谢谢大家 爱你们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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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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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